他四口突然莫名其妙的死了三口 全家仅剩下一个小女儿 事情发生后 村子里的所有人都产生了恐慌心理 有人言之凿凿的说小郎中是被活活吓死的 说是小郎中那天被人请去给人接生 完睡之后 产夫家里给了他一把黄豆当枕金 然后也不管小郎中满不满意 就客气的将他送了出来 小郎中路上越想越生气 看产夫家像个大户人家 没想到却如此小气 路上他打开装黄豆的小袋子一看 不仅惊得呆住了 袋子里的黄豆竟然变成了黄灿灿的金豆子 产夫家明明给的是黄豆 怎么就变成金子了呢 小郎中正感到很纳闷 轿子猛然一停 就把他掀了下来 小郎中从地上爬起来 转头望去 就看到刚才抬轿子的轿夫 已经变成了长相圣人的恶鬼 小郎中就觉得浑身一机灵 七魂六魄飞出体外 撒鸭子就跑 回家后一病不起 没几天就挂了 这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不由得别人不信 可是就算小郎中李长福是被吓死的 那他的老婆和儿子又是打死的 为了弄清这件事情的原委 村里请来了德高望重 见多识广 精通狩猎之法 知晓去鬼通神之术的黄围猎人刘二爷 村里的村长对这事也非常上心 他特别想知道杀害小郎中一家三口的是啥样的恶鬼 刘二爷告诉他 行凶杀人的不是啥恶鬼 而是山林里的一种大马猴 刘二爷告诉大家 这种大马猴平时躲在林子里不会伤人 不过如果你得罪了他 让他起了杀心 那他不把得罪他的人杀光是不会罢休的 这话听的众人是一愣一愣的 作为一位资深的黄围猎人 刘二爷深知大马猴喜欢热闹的习性 编语先让人准备了一只大笼子吊起来 然后又找了个戏班子唱戏 准备将大马猴引出来之后 用笼子将其困住 戏开场不久 现场果然出现了一只大马猴 刘二爷手持猎枪躲在暗处 紧紧盯住大马猴的一举一动 大马猴来到戏场子以后 并没有胡乱烧人 他在人群中走来走去 好像是在寻找什么 这些人之前曾得到刘二爷的嘱咐 只要你不招惹他 他就不会伤害你 所以虽然害怕 却也不敢乱动 大马猴在人群中逛了一圈 稀文文东秀秀 突然间向村长扑了过去 一直紧盯大马猴的刘二爷一见不妙 立马扯了拴龙子的绳索 将大马猴牢牢的罩在里面 被罩住的大马猴并不罢休 只见他一声大吼 便将笼子弄碎 一跃而起将村长扑倒在地 就听巴唧巴唧几下 村长便领了合办 大马猴咬死村长以后 并没有继续行出伤人 而是踹上房顶 连续纵阅几下便消失了 以刘二爷的枪法 完全可以阻止大马猴 把村长咬死 但是他却没有动弹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有些不解 面对别人的责难 刘二爷并没有多说 他只是告诉众人 以他多年的经验 这只大马猴不找别人 单单找上了村长 一定是村长得罪了他 要想知道为什么 恐怕只能去问那只大马猴了 事实上 这件事的原委 还出在小郎中身上 前些日子 小郎中被一个住在山里的汉子 请去给家人瞧病 之后两人闲谈多时 从对方的嘴里 小郎中得知了这个地方 地下没有金矿的消息 小郎中两口子本是贪财之人 得知那地方有金子 便要伙同村长勾结其他人 想要强占山里汉子的地方 那汉子自然不愿意 认评小郎中说的口干舌燥 那汉子就是不答应 话不投机 双方便动起手来 村长用刀子刺死了那汉子 之后助人一起动手 小郎中和他的老婆也加入了战团 那汉子的全家老小一个不胜 全给杀光了 当时这一幕 全被躲在树上的一只大马猴 看得一清二楚 而这只大马猴 正是山里的汉子从小收养的 为了替汉子报仇 大马猴先是咬死了小郎中两口子 之后又弄死了村长 不久 刘二爷为了弄清大马猴 咬死小郎中一家和村长的真相 进了山 在山里和一伙歹人相遇 而这果人中的大胡子和拿刀子的小子 正是与小郎中合伙 汉子山里汉子的元凶 刘二爷已寡敌重 又受伤在先 眼看就要死在对方枪下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心替A人报仇的大马猴 又及时出现了 在干掉了拿刀子的小子以后 大马猴对大胡子穷追不舍 最后在身受多处枪伤的情况下 与大胡子同归